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多华 我是朱家綿 我是譚仙宜 1月11日 2014年 去戲院 看前逢 不用擔心 我們一定會把毒犯抓回來 我沒見過 有一個一拍沒有放棄別罪 那警察要努力一點 只是名字而已 是 懶得厲害一點 就是我監製來的 你聽我說 其實一向都做的 就算我八八掛掛做演員 或者嚇壞我都會講很多東西 所以今次有多個身份的時候 就講得有力一點 今次不是一個 怎麼說呢 不是一個 在表演上有些很外露 他只是覺得 他沒有錯過的 他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他對所有的事情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我和太太那個相處 他也都覺得我沒有問題 所以他雖然是賊公賊婆 不是說我要殺你或甚麼 但是他會選擇在一些利害關係有衝突的時候 他才會動手 而且是大哥 很多東西不用自己動手 拿眼尾掃一掃就可以了 他有壓力的 我也有壓力的 所以今次的演出 我覺得他那個 dynamic 就是那個幅度是挺強的 以及他兼顧很多很多細節的東西 今次的表演是會經驗給大家 我也有進步的 因為我自己都是由新演員一直走過來 我最主要就是有時我會見到一些演員的時候 我會擔心 就是我會有壓力的 比如說我第一次和發歌 雖然我可能是臨時演員 但是都會震的 都會震的 那其實是影響自己的演出的 所以我自己在喜容新人 或者合作的人裡面 我會選一些他在我面前是不會panic的 好幾次我在頒獎點禮 或者我以前一些作品裡面 曾經阿譚都有合作過 知道他那個現場可以很穩定地表達到很需要的東西 那麼他就又拆彈就見他在旁邊了 就一直到現在 那我很記得是我們拍《金手指》 我第一個鏡頭我看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有個人對著一個框 一眉上玻璃 他就自己撞過去 他就撞過去 他自己在那裡試很多次 然後那些武術指導就說 沒錯啊 沒有多少塊的塘膠玻璃的了 什麼什麼 你表演的機會 第一個樓利就是你的了 大頭來的 那麼他就在旁邊在那裡練很久 是啊 但是他對自己工作上的那個投入 我們不要說 focus可能叫做focus 但是需要用這些演員一起合作 那才會有一些特別的演出 還有因為我們這次寫的要浸水 所以特地找個適游水 其實導演 甚至前家樂他都說 你不要來了 這樣 所以 所以他們是 我們會在公司有個連結 然後在電腦看 看著他們拍攝 都在那件事之中 所以我反而拍攝的時候 我覺得壓力可能來自於 因為知道很多是大場面 就是他們preparation要久一點的時候 那個壓力來自於 不要錯了 就是因為你這樣會導致到 如果要reset的話要再來過 就很多事情要去安排了 所以拍攝的時候 可能都會問清楚自導各方面 就是 等一下的路線是怎樣 諸如此類 那務求就 是的 完整地一踢過 希望 畢竟都是一個人 在水裡面 呼吸都是有點困難 但是沒有 其實那場戲演樂 我是比想像中更害怕的 因為我打算我可以閉氣 但是原來你 更加你入了戲的時候 那個水也套著你的頭 其實真實來講 和戲裡面都有一種驚慌 那種驚慌 但是現場展露那些又很好 就是大家都耗好 如果有些什麼情況 就是有些暗號 就立刻切 那場戲真是人生很難忘的經歷 因為做了一個假皮 還要想起原來 那個很短很細的反應 但是在短時間之內 你還要只有一隻眼睛 希望精準地表達到想要的訊息 那一刻我其實都頗緊張 但是 家棟哥和邝鵬的時候 他真的很能給我 他想表達那件事 我看著他的時候 好像 其實又不用想太多了 反而去到現場的那一刻 感受是什麼 你就直接表達他給你的東西 你怎樣給他 雖然劉先生剛才說我很沒有緊張 但是其實不是 我覺得沒有緊張或者沒有壓力 我說我靈的話一定是說謊的 就是對著他們演戲的經驗這麼豐富的人 我一定會擔心 但是同時都會很想在他們身邊學 因為我發覺他們做的事是很精準 還有可能在一些鏡頭面前 有些表現 你記得你跟我說的一個鏡頭是眼神網的鏡頭 是叫廚房 有很多這些東西是我平時留意不到的東西 在現場他們就有機會去示範給我看 或者其實我看到的時候我可以去學 我就會把這個心態放在那裡 叫自己專注去吸收經驗 這是一個好機會去吸收經驗 我覺得加栋是一個很好的前輩 因為他會很關心對手 或者他會給很多意見對手去教 去講說可以 會不會怎樣做 或者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 我記得有一場是在那個機留病房那裡 他是有一場感情戲 那場戲他就幫我照顧了所有的東西 所有東西準備好了嗎 阿譚你自己OK才OK 我就覺得是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很安心的環境去拍攝 其實我以前都講過 好像我這麼努力的人大有人在 我只是給其他人好運 大家給了一個機會 很多努力了沒有結果的人 但是不努力不行的 我要求高的 還有我要求 因為內閣我們是商業片 所以我希望文氣那一部分 我只得那個時間 我必須要大家三秒鐘就給到結果 所以他一邊拍的時候 我一邊拍的時候 我就會一邊看 我用哪裏呢 我直接要得到我才會停走 但是我得到就可以了 但是Jason原來是更狠的 甚至我 他連我都不放過 我那裏是更狠的 我那裏是更狠的 我監製就行了 他都還沒得到 我有一場 我的寶寶仔 在流離的中間 我真的哭了兩個小時 大哥 有一個我看著他 看著那個寶寶 有一滴眼就 就跌倒進去鏡頭那裏 他說我換個鏡頭 你再試一次 衝撲一次 衝撲一次 我不知道行不行的 因為那個感覺是 因為那個 第一次我第一段 那個是特別 因為那個是特期化妝 挑出來的寶寶仔 好似的 好似的 真的好似的 然後我們最初打算做的時候 就沒有AIGPT 所有這些東西 那就是傳統電腦做出來 那就是普通的 但是經過了這一年 現在的進步之外 你發覺 咦 他是有眼神的 那些麻煩的 他真的有眼神的 那小孩 那段戲我自己覺得 就是 是 是真的那個創作者 負責搞CG電腦的創作者 在那裏演 他有一天 然後叫導演 你可不可以給多兩秒 那個CGBB 就是他的感覺就是說 我不可能由這裏 一直飄上去看見 發現那個是爸爸 然後因為他就離開了 那個眼神 他不可以這麼快演完的 我想他有個微笑 就是他在肉那裏有個微笑 就是告訴爸爸聽 OK 就是我終於等到你們來見我了 他說你給多兩秒我 我們要剪多兩秒給他 他就做了 他真的很好啊 CG 所以你們有些什麼新想法 或者你們身邊有些什麼 同伴 伙伴 想有的一些不同的作品 隨便找我 好 我明白 你有作品也隨便找我 我可以拿電話 可以可以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